大學畢業以後,研究所畢業以後 我就一直從事建築物的結構設計 大概有三十多年了 那麼目前我擔任的是 永俊工程顧問公司的總公司 我們公司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事實上就是台北101的結構設計 很開朗的人,非常陽光 而且也蠻務實的 因為我們工程師都希望他談的一個理念 希望能夠辦得到 目標要明確,而且方法要可行 我覺得這樣的政見 對我們學工程的人,我們才覺得它比較有意義 我最近看到他有一個3D的影片 它叫做廢機場建公園 我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政見 給我的感覺好像跟以前 要選市長的這些人提出都不太一樣 因為把一個松山機場去簽建 也產生這麼大的一個附地以來 我覺得他這一個的目標是非常的明確 而且從我們學工程的觀點來看 他這個方法其實是可行 確實是可以辦得到 我想如果文字能夠當上市長的話 那麼我們這些專業的人 一定要不只是監督他 而且還應該要協助他 希望把他覺得好的政見的夢想 去把他落實,把他實現 是我的天然 是 一場老大 怎麼經濟 少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